北市客 台北这个不断进化的亚洲都市 在国际的注视下持续开创新局 不论是在东区门户计划中带动南港都心的升华 或者是西区门户计划中的最大亮点台北双新 74层55层的摩天大厦都象征未来成为台北门户的新高度 大北区门户计划结合 北市科园区关渡平原城市开发生态设置岛 总面积达906公顷 超越信义计划区五倍 拥有科技商办生衣交通商场清水等六大特色汇集于此 其中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就是最重要的发展引擎 台北市的产业发展很早 在90年代我们就先设立了所谓的大内湖科技园区 跟我们南港的软体园区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所谓四加一的产业聚落 从南港的升级园区 南港软体园区到大内湖科技园区 一直延伸到原山的新创聚落 北市科 接下来我们会再更往北延伸到设置岛 形成一个台北市贯穿南北的科技园带 变成是台北未来最重要的经济面脉 这里正是大北区门户计划的核心 北投士林科学园区 现在新建的是55层高的金人堡总部 而新温人寿的商办未来也会加入 这里的开发规模之大 相当于一栋台北101加上南港 中国兴托金融园区的规模 这里将成为大北区门户计划的新地标 那么60米宽的城的大道 将成为串联台北城市的新愿景 成为连接西区门户跟北区门户的重要首显 未来的北市科 我们其实是以干道来去做区分 主要就是在成德跟福国这两条主要道路上 那以这两条道路为界 靠近核心的地方是我们的产业专区 从内部的最核心的产业 到外面的资源性服务业 再到最外围的所谓的住宅区 透过这样三段式放射状的做法 能够让不同的生活机能彼此有区隔 但是又能够一起融入 希望在这里所建立的是一个 所谓的智慧医疗的跨域园区 把台北优势的自通讯产业 跟我们引以为傲的医疗产业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把智慧导入之后 我们让科技去辅佐医疗人员 所以未来在这个地方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会是我们的智慧医疗 辖州内湖科学园区 与南港软体园区的成功模式 北市科的交通路网 产业资源完善供应 对企业的适应力自然不言可遇 也吸引了好多国内外的上市企业 相继记住 包括了金人宝集团 钟鼎 星光人寿 有华生技等龙头企业 相继布局北市科 推估会启动兆元的产值 带动庞大的就业机会 作为一个生技医药产业公司 其实我们跟医院的互动 非常的密切 杨胶大就在附近 我们很多的产品 都是跟医疗院所 有做一定的合作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临床实验 不断的在进行中 怎么样去获取人才 靠近我们的客户 然后很快速的能够 离杨胶大跟他们有一些合作 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能够 对地方上有一些帮助 最近科技研究主要是 北市府想要推一个 健康的智慧城市 跟数位技术服务的产业 那刚刚这两个大产业 正好是我们企业集团 所要走的方向 所以我们觉得 在这个还不错 那未来到摄子岛这边 轻轨的规划 北市科这边也预留了 这样的空间 所以未来如果等到 摄子岛建制完成之后 会一个摄子轻轨 去衔接 直接来到北市科 是衔接北市科 我们去把这样子 两个园区做一个串联 那生态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园区的一角 打造的是一个 开放式的清水海绵绿带 未来全区都会部件自行车道 它是一个可以直接 透到水岸的教育囊带 北市科带动台北科技走廊 新一波的就业机会 跟产业发展 加上丰富的自然环境 跟人文抵御 发展出结合创新 跟传统的新生活聚落 已经成为台北市 最令人向往的居住环境之一了 那在住宅的部分 非常的珍贵 只有大概13公顷左右 整个占比只有14% 非常吸引像科技精英 还有天母的幻屋族群 都已经优先在这附近 来制产布局 从台北双星到北市科 60米宽的成的大道 将成为串联七区门户 跟北区门户的重要轴线 而这些关键的脉动 将会让台北市 渴望全速驱动 迈向更壮阔的未来